歡迎收看星期四晚的城市特首 今晚在演博室有婷婷陪著各位 不少的寶媽都會選擇進口的奶粉 跟大家分享一個消息 從今年的1月1日開始 從新西蘭進口到俄國的所有預製品 只要符合這個享慰條件 就可以享受零關稅 一起關注一下 據中山港海關方面介紹 自2014年1月1日起 俄國不再對新西蘭進口的部分和產品 實施特殊的保障措施 從新西蘭進口視俄國的所有預製品 只要符合享慰條件 跟俄享受零關稅 預製品是中山市的重要進口貨物 新西蘭是當中的重要進口來源地之一 據了解 就2023年 中山市自新西蘭進口的預製品 就達到6萬噸 貨值超過15億 特殊保障措施結束以來 現在多家的預製品企業 通過中山港口岸 進口新西蘭產的原料預粉 位於港口上的這間貿易有限公司 就是其中一間 它也在目次華南地區 經營預製品進口 和銷售業務 龍頭企業 今年以來 他們已經從新西蘭進口了貨值 大概1.41億的預製品 設省稅款大概1,630萬 為了出進預製品產業健康發展 全力服務中山預製品企業 在新野年當中搶佔發展先機 足山港海關持續釋放 政策行李 我們依託館長送政策上門 等機制開展調研 安排了專人提前與企業 做好稅收優惠政策的宣講 指導油品企業合理的安排進口計劃 同時優化通關申報流程 保障利好政策 讓企業影響現象 再來講講醫保 平時我們看病 或者是買藥時用醫保卡 都是刷卡或者是二維碼的 日前在汕頭地區 有醫保新服務就上線了 刷面就可以結算了 這個也是標誌著 汕頭市醫保結算 從刷卡數碼時代 賣入了刷面時代 這天早上在汕頭市府有保健院新院區 就於市民發現不用帶醫保卡 通用醫保業務中下服務終端的 插面功能 就能夠實現繳費 就診、取藥等的業務 對比以前的話 我覺得現在不需要用醫保卡 跟身份證 然後直接刷臉的話 會更加方便快捷 然後也不需要帶那麼多憑證 然後過程體驗感覺非常舒適 然後也非常方便 這集團就是營林商務 最新推出的那個醫保刷臉終端 就目前我願就以開通這個刷臉 辦理醫保入院手續 就是既方便快捷 也能準確的驗證患者信息 相比來說會快很多 之前對之前就是 有些患者他會忘了帶實體卡 身份證這些 然後就需要再進一步驗證自己的信息 確實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防鎖一點那個手續 好現在就是那個刷臉 一刷一下他馬上 系統就已經驗證過了 醫保業務綜合服務終端 是國家醫保認證的綜合服務 包括多種型號 知識陷測面、電子貧行性 數字人民幣的全渠道支付 本中約店、醫院、機位 服務站等的全場景應用 能夠完成繳費 定點機構業務辦理等全流程服務 而目前 山頭市首批醫保業務 綜合服務終端 已經是山頭市中心醫院 山頭市副有保健院等 定點醫藥機構上線運行 大大提升了群眾的就醫體驗 減少排隊看病所需的時間 剛剛嘗試了一下刷斷這個服務 然後覺得速度挺快的 也不用帶太多的東西 然後挺方便我們生活 近日在一間小賣店裡面 一個男子上演了快手換錢的伎倆 他不僅是拿走了一包煙 還搞到商家 因此就倒貼了40元 當然他這樣的行為 自然是難逃繁忙的 事發當日 一位戴頭盔的男子 來到葉三開的小賣部 他從刀裡面 拿出一張白元大鈔 說要賣香煙 注意看 男子拿回100元之後 順手將50元提給店主 但卻又迅速抽回50元 之後從袋裡面拿出一元雞 令店主抓了他40元 在這系列操作的時候 男子一直以商問煙價為由 跟店主聊天 分散他的主意力 一波操作之後 男子不僅沒有付錢 反而拿走了一包煙 還令店主找到他40元的現金 而時候 葉三越想越不對勁 翻航在監控視頻 確認男子根本沒有付錢 馬上報警 雲景調水附近的公共視頻 很快鎖定了嚴言人劉某 賢藝人再次在我們廈區出現 我們馬上布置 不屬了警力 將那個賢藝人在我們廈區 成功抓獲 面對證據 劉某承認了自己的詐騙行為 並主動退賠店主50元 目前 劉某被依法 雪爾行政拘留6天的處分 寒假開始了 最近 白艷星在家裡搞搞鎮的事 真是認真不少 不過玩玩玩 最重要是安全第一 最近 有個小孩 就捐了入洗衣機的雙桿桶裡面 被卡住了 家長是趕快打119求助 一前 河北滄洲市消防救援支隊 清遠新華西路站 接到報警電話 馬上趕到現場 見到小孩的下半身 卡住在雙桿桶洗衣機的雙桿桶裡面 小孩的情緒非常激動 剩下到猛大哭 媽媽 他想到推了 推了 他想到 他想到 他躲著 對 消防救援人員 勘查發現 小孩是蹲在桶裡面被卡住的 在徵求家長的同意之後 決定要破拆洗衣機 消防救援人員 先用電鋸把洗衣機拆開 將卡住小孩的雙桿桶取出 慢慢斷 然後消防救援人員 用手護著小孩 用手腳鋸開雙桿桶 最大程度地 降低了小孩受傷的風險 接著用力把雙桿桶抹開 家長就順勢把小孩抱出來 消防部門提醒 各位家長要注意 小孩正值貪玩的年紀 看管小孩千萬不能分心大意 兒童安全重點部位提示要勞機 如果遇到緊急情況 要及時撥打119 尋求有關部門的幫助 下面的這個爸爸 就認真不生性了 他帶著兩個兒子坐升降機 竟然是手多多點著了 貼在電梯上的通知單 火苗馬上就飆了起來 將他自己和小孩置於危險的局面 看看最後怎樣收課 當晚工作人員 找到了在電梯點火的業主 他當時整身走氣 在家裡睡得嘴嘴聲 一點都忘了自己在電梯裡的所作所為 然後他的小孩把他從床上叫起來 那個當事人確實是喝酒了 然後他在了解了事情經過以後 也向我們吳也表示了 就是盜竊也表示了 說不好意思給大家增加麻煩了 然後他隨便自己就到業主群裡 對這件事情做出了深刻的檢討 也針對業主的諒解 業主在群裡面 大多的業主在群裡也就是說 既然是喝酒了 說以後下不為例 他了解這名業主點燃的 是畢業將貼在電梯裡的 清理垃圾通知單 我們貼到一個地方 也不靠近按鈕 也不靠近任何設備的地方 然後我們在第10頁 請電梯維保人員到現場 進行了檢查 確認他沒有對電梯的安全 和造成任何傷害 幸好這件事最終有驚無險 一旦在電梯裡引發火災 不僅人員很難逃生 甚至火炎和濃煙 還會蔓延到整個樓層 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電梯本身是一個密閉的空間 在電梯裡面發生點火 這樣的事情 是一個非常惡劣的情節 然後就是通過這件事情 我們也會舉一反山 對業主進行這方面的教育 避免再次發生這樣的事情 導致其他嚴重的後果 過年每年最期待的就是 鬥禮市和行花街 開港又說 走過花街才算過年 迎春花市都是廣府地區 最大規模的民族活動 2024的廣州傳統花市即將開始 今年廣州花市的時間更長 規模更大 現在廣州各區花市 都在緊羅密股籌備當中 下面就跟著特首巡城看看 各區花市的準備情況 走花街是一種老廣過年必備的儀式感 2024年廣州的花市 將外照一區一花市的模式集中舉辦 儀式教以往延長了舉辦的時間 更擴大了規模 越壽區花街設在西湖路和教育路 今日特首來到現場 見到大致的棚架已經搭建完成 全部關門 這兩天嗎 對 現場的工作人員說 今年花市檔口的數量 目前還未統計出來 估計和去年差不多 在那邊不知道 那邊榴弑 costs 但蛋不費很高 你看那邊才加不加 總知道 再加多少才就知道 掛燈籠差不多 掛燒牌可以的 但最atal利 一直掛燈可以的 據 sai 24年 月壽西湖花市 承住百支運工程的東風 以相助農 以花興農 充分利用月壽西湖花市的平台 匯聚發展合力 做好消費幫οι 和產業協助 積極用好百年花市文化IP 提升品牌享誉道 虽然西湖路花街 还有几天才开放 但不少市民已经过来探路了 海珠区奔江西路的花街 和北京路花街一缸相隔 也几乎搭建完成 解放桥下已经摆放好水马 隔开车楼 林先生是涉影爱好者 虽然海珠区花街还未有花龙入场 但他已经用手机记录珍贵的瞬间 也挺好 我也有拍摄 一只来自隔壁 不许隔壁有鸡鸡 附近的街坊对逛花街都相当期待 买一些莲花、莲吉 买一些风车、花、吉 知不知道今年是什么时候开 不知道 可能一般都是年20、26左右 2024年广州国区传统迎春花市 举办时间略有不同 其中海珠区分会场和南沙区的花街 将会在明天开始 其他国区就陆续开放 其中北京路花街 将会在2月6号上午8点半 至2月10号凌晨2点开放为期4日 我们熟悉的年味真是越来越浓了 在今天上午 广州过年花城汉花 年味最广州春节保障工作发布会 是顺利召开的 我们都来了解一下2024年广州春节保障工作的情况 今天是春运的第七日 春运前六日 广州通过铁路、公路、民航、水路四大运输方式 到发客流量 累计678.4万人次 同比增加72.9% 可以见到今年春节期间出行热情高涨 广州南站日军倒发客流51.8万人次 新开通的广州白云站5.4万人次 白云机场22.7万人次 各大枢纽战场2月2日至3日 2月6日至8日将出现节前离岁发送高峰 市民出行热情高涨 广州警方出入证 护证部门实施了加砖船、砖场 加窗口数量 加放服务时间等 优化措施 随着人群的大规模流动 预计呼吸道疾病会有少幅波动 广州市的医疗机构 和对市面流感防治药物的监控 将会一直在线 我是医疗机构 一如既往 过节不打样 全市急诊和发热门诊 昼夜24小时印诊 全市市场监管部门 除夕强化春节期间 药品足量监督检查 重点关注 流感防治品种的构销数据 确实消耻要凭安全风向影化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特首获释 今年春节期间 珠江江面上 除了初一有烟花会演 初三初四还有无人机表演 那春节头三天的天气条件会是怎样的呢 最适宜烟花两方的天气条件 是无雨或微量降水 能渐度6公里以上 结合历史气象资料分析研判 日记活动期间 多人到阴天 有分散小雨 气温在10到14度之间 大年初三 初四 19点30分 连续两晚 在海星沙至广珠塔之间的江面上空 进行无人机飞行表演 海星沙岛将短暂封闭 地铁APM海星沙站 大居院站 海星沙西区码头 海星桥至列德桥之间的江面 将采取临时管控措施 届时请广大市民游客提前预约 临近春节 大家都很期待 可以在灿烂的烟花当中迎接新春 今年春节 佛山市民可以在获定烟花爆竹 延放区域的烟花小屋买烟花 大家还可以通过线上落单 线下取货 在买之前都必须是实名登记 一起具体了解一下 位于佛山南海贵城奔光公园的这间烟花小屋 左边是仓库 而右边是售卖点 目前这间烟花小屋 已经备了190箱的烟花 全部都是丝类 D类个人延放类型的烟花 品种林朗满目 市民开通过线上落单 线下取货 或者直接到烟花小屋 求买烟花 而购买之前都必须10名登记 14周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 他需要监护人或者是其他成年人陪同 才可以购买和燃放 在烟花小屋的周边 摆放着烟花烟放点的宣传牌 使人市民具体的烟放区域位置 而公园里面就是禁烟区域 同样摆放有明确的宣传牌 说卖点跟燃放点之间 是间距了80米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 就是根据文件的要求 是30米之内是不能燃放地面类的一些烟花 佛山贵城斌岗公园烟花小屋 是佛山南海区第一批 拿到营业区可证的烟花零售点 南海区其他烟花小屋 正有条不敏准备中 所有烟花小屋从2月7号起 正式售卖烟花 从安全的角度对大家非常好 还有指定的地方的燃放 又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春节的气氛 说到广东天气 同样都是最近的全城热华 讲笑地说 捱过了广州的冬天 但是就捱不过湖南天 这两天真是周围都濕濕烈烈的 潮气十足 不单是潮得紧要 还潮得很持久 将会是超长待机一个星期 以下特首送上的这份 随室防潮指南 大家记得要认真看一看 上午10点钟左右 室外18摄氏度的气温下边 明显感觉暖了很多 但室内还是很阴冻 稍微软和一点 有很多水滴 在地面上 好像有点潮湿 即使从维州市气场台了解到 这几天体感阴冷 第一是因为没有阳光 而其次因为室内气温变化的滞后性 而即使室内密封得越好 和外界气温的热量交换就越慢 有一种原因就是 因为空气湿度的增大 换句话说 就算户外气温上升 空气湿度大 而且室内阴冻的情况下 还会迎来回南天 当我们前期受冷空气影响 然后导致室温较低 现在又出现暖湿气流的加强 路点温度又高于地表温度的时候 就会出现回南天的现象 那回南天现象一般是出现在 我们广东的2到3月份 这次回南天不仅潮得很厉害 而且持续时间又可能会比较长 在上台预计 回南天至少会持续到明天 2月1到2号是多云见阴天 偶尤分散小雨 气温18到26摄氏度 展望3到6号是阴天有小雨的天气 室内温烈空气 遇上室内的冰冷物体 气温降到低于露点 多余的水气就会在室内冰冷的物体当中 凝结成水 产生回南天的现象 搞清楚回南天是怎么来的 反击回南天就简单很多 不过维州生活的街坊 就有矿潮的小苗宵 你随手关门 对 然后就不要有水滴 就是弄在地上 要及时清理 拖地的话 一般用那些放干的那些放干摊 把窗户关了 还有什么怎么避免得了 那如果是衣服湿的 那些的话 自己会用什么 干衣机 需要提醒的就是 如果长时间使用控干机 街坊一定要确保机器之前 是不离人的 确保安全 如果要离开 一定要记得关闭电源和开关 说得快 下个星期就过年了 对于很多即将返乡 或者计划出外的产市观来说 都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家里的宠物 谁来照顾呢 寄养到宠物店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今年春节寄养的家家如何 目前开始预养了吗 一起了解一下 其实从一间提供 宠物的养服务的机构了解到 目前他们已经开始推出 春节的养的预定服务 有不少市民开始 自信相关的费用 按照往年惯例 宠物主人都会一般 是临近春节 才会将宠物送过来 应该都是临近一周 或者是临近两周 这样子会过来预约这些寄养的位置 基本上都能住满 可能会有十多只这样子 因为过年要去走情期 或者说出去玩的话 带着它就不太方便了 就找一个比较幸得过的宠物店 这样寄养这样子 每年都是这样 春节期间的宠物的养收费 是不少宠物主人比较关心的话题 他怎知介绍 好像以往的惯例 提前预定的价格不变 每只的宠物 根据新型的大小 选择房间 每天的价格 大概在58元到98元之间 但是春节期间 临时将宠物送来寄养的服务费 将会由所上涨 都需要置备宠物的食物 如果是你临时决定要寄养的话 我们就按照春节的价格来 春节的话可能会涨50%到100%这样子 店主表示 宠物寄养服务 并非只是为宠物提供住所 日常都会提供定期喂养 产市添沙 溜狗斗猫等的服务 另外工作人员会加宠物主人的微信 每天以视频的方式 告诉主人听 宠物在馆里面的情况 早上跟晚上都会遛狗 或者是逗猫 然后像春节春晚 就是三十那晚 可能会给猫猫狗狗 会加餐这样子 而通常情况下 宠物店会提前了解宠物的信息 向主人详细出问 宠物的身体状况 饮食和生活习惯 有多住人担心宠物 到一个新环境下面不适应 也会选择将宠物日常喜欢的食品 和玩具带到宠物店 不过宠物进行之前 双方都会签订书面的服务协议 明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避免发生糾纷 小年夜 很多广府人都会在家里 进行借助仪式 这个都是广府年组当中 一项重要的习俗 以祈求来年风调雨讯 家庭暗号 那到底借助有什么讲究呢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在广府地区 春节通常从纳月23或24的借助开始 为什么要选你两天呢 其实是有讲究的 借助有一句口头怎么说 官三民四 虽然官三民四 有很多人用三 为什么呢 虽然你现在不做官 因为你早才做过官 所以多数年23就开始借助 相传 造军是天庭派往人间监察善恶的神 每年都要返回天庭 向玉皇大帝汇报 一年来的善恶情况 所以厨房一直都被视为 家庭中重要的地方 造军是监察你家里的人的 一年做过有什么好事坏事 上天堂回报 在厨房不能够乱骂人 因为造军看着你 你在厨房骂人 他就会想说你 一个人的嘴巴很毒 要小心 所以另外在厨房这个种地 不能做很多怀疑的事 但无论再小心 都难免会有把柄给造军捉住 所以人们就会在借助这一天 给造军的甜头 希望他能够在肉帝面前 说多些好说话 再找两支借长生果 所以找这些人拜去造军 借了造军以后 年来开始起步 俗语说好做不做年三十晚借租 所以借租的时间 最迟不能超过年三十晚 因为大年三十个晚上 要举行接造的仪式 接造军回来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家庭安康 广府的连续文化丰富多彩 借造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这些习族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年味 亦呈现了浓郁的广府特色 年货进行时 后日就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了 我想各位街坊都开始忙着 这个置办年货当中 特首有筍物推荐 下面将会带着大家 去搜搜角色的糕点年货 真是好吃又抵卖 还人气爆棚 这些是胡椒糕 这些是萝卜糕 还有马蹄糕 这些有很多 这些有原汁马蹄糕 粒粒爽脆 这些蛋牙的千层椰汁马蹄糕 又很棒 听她介绍得这么仔细 别以为她是老板娘 其实她是今天的大金主 摆满桌上的糕点 都是她预订的 因为我之前也住在这边 都是她的街坊 我年年都光顾她来这里吃 那时还在职的时候 还上班的时候 就带回单位吃 那些单位同事就说好吃 好吃的时候 我就介绍他们来这里订货 所以今天特意来拿货 今天先订25托 20多托 本来要订30多托 40托 有些同事就不在这里 出去了旅游 这家位于广源新村 景泰西的小小快餐店 每年都爆烂了很多市民的糕点年货 过节前一十日不日就忙的了 差不多是通宵的了 萝卜糕和马蹄糕是最唱首的了 我们这里 因为粉少 萝卜多 所以街坊很远 番茹 珠海 晟德 佛山都走来买 因为旁边的糕点 说实话 只有粉头 完全吃不出萝卜味 我们这些萝卜糕就吃了一条条的萝卜丝 很香的萝卜味 所以有时候怎么说 街坊来吃得很好吃 我们就很开心 辛苦也值得 他当主介绍 他们已经在这里经营了三十多年 很多街坊是从小吃到大 就算搬到外地都和微相落单 每天都要制作各式的糕点几百托 将阿托糕一分为四 将入大快针盒里面 马上就交给骑手送货上门 而现场取货的街坊还有小福利 就可以吃到罗姐亲自煎的萝卜糕了 只要就是虾米和冬菇漂亮 冬菇一定要用花菇的香 煎到萝卜糕的特别香 一煎的时候 花菇的特别香 好吃 这些萝卜糕 芋头糕的上层 都可以看到大大粒的冬菇 虾米腊味 不单是真材实料 而且份量十足 难怪老街坊也十分受浪 我们都是初为人女的时候 那些老人家就说 你吃多些糕 快糕长大 快糕长大 年年糕 生意又是步步高升 这里煎着萝卜糕 一转身 罗姐又开始现场制作豆沙菇 这些豆沙菇好吃 又不是很甜 那些馅也好吃 那些皮炸得很漂亮 所以又吃过都觉得挺好 所以再来买过 除了萝卜糕 芋头糕 马蹄糕 豆沙粿 这里还有台山粽 糯米卷 艾饼等个年小食 而且开档到年29 有兴趣的街坊 不妨过来买一些 试一试 同样有很高人气的 还有以下这款龙丝酥 有一班00后校园青年师生 他们全城领南文化 创作了一套龙丝酥美食 在全网走红 大湾区的很多餐厅 和云创品牌店 都纷纷来落单订购 它是外酥内软 你吃到嘴巴已经化开 然后到里面就是甜的口感 城市藤墓新年幅度 这是中国人过年的共同恩机 佛山顺德这位青年老师 带着一群00后的学生 以城市的传统文化为基础 美术加工了几个可爱的龙角 制作出这样一个 栩栩如生的新春文创点心 它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字 叫做龙丝酥 从猜面开树到链造型 再到装饰配件 一个这样的作品 至少要用三个钟才能够完成 网友看到的炸可能也只有五分钟 三分钟 但做的话可能就要三个钟 五个钟 如果前面的步骤做错的话 后面的步骤也会跟着做 一层一层 一层红一层白一层红 它这个白色部分其实就是油 炸的时候是能融化在油锅里面 只剩下红色部分 所以它才呈现一层层的效果 对 所以它也叫千层酥 然后专门去看了别人那个传统 我们扎狮子的那个工艺 去学习了他们那个形态 还有那个扎装博染 这几个操作要点 然后融合到我们的乐视点心里面去 2000年出生的陈老师 是佛山顺德中等专业学校 一名教授乐赛的老师 因为专心研究乐赛美食 自己就带着一批更年轻的学生 通过领悟领南文化 来创作特色文创食品 合逢今年是农年春节 他们结合佛山领南省私创作的 一套产品 《龙丝酥》 通过互联网一传播 马上就红货起身了 大湾居的很多高级餐厅 都纷纷落单他们的创意版权 现在在酒店上架的龙丝酥点心 已经去到288元一件 我觉得它最难的是神态的把握 就是你贴着眼睛 还有你的嘴巴 微微的一个调整 它对整个饧食 还有龙丝的状态都不一样 能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的乐视点心 不管有虾脚烧麦 还有我们的饧食书 还有我们的龙丝酥 了解我们佛山本土的美食文化 还有飞翼文化 除了龙丝酥 陈老师和学生们成立的 校园创意工作室 还创作了一系列 令人值得欣赏 又不舍得吃的 粤式文创点心 例如这些小点心 走自广东特色的精美针绩小袋 还有政治的种 兔仔 带上省丝帽来拜年的红猫蹲蹲 为大家过年的礼品 和餐桌美食 带来了很多创意想象力 所以我就想把自己的一些潮流的理念 还有些像国潮风格 跟我们传统的乐视点心 融合在一起 就是使用我们年轻的点心 哇 真的年味飘香 下面再去搜搜 曹光市人发院长江镇的 鲁智号饼店 现在饼店正在赶制过年小食 供应年货 各类小食 琳琅满目 香气泡鼻 吸引着街坊伦理 过来采购 在米饼工作坊 米饼传食人杨志龙 正在和他爸爸制作米饼 只见两人分工名抗 配合默契 他们一手将饼料压入模 一手将模具中定好型的米饼 敲打出来 放入精箱精制 不用一会儿 一个个软弱散发着 香甜气色的米饼就做好了 除了传统的白糖米饼 竹筒饼之外 花生绿豆厚味的米饼 也都纷纷出炉 诚信经营推陈出身的白年老字号 阳泰和米饼一直都是长江镇的招牌 小小的米饼更是浓缩了五代人的全城技艺 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长江人的舌尖上的烈味 杨泰和是我们长江米饼的老字号 这个米饼吃了不上火 春节我们都喜欢飞点 给小孩老人吃 送亲戚朋友 他们都很喜欢 在长江镇街行的另一轴 经营了三十多年的李新记饼店 各种过年的小食火力开炸 香飘四日 饼店负责人林永琴 熟年地嫁起一只油锅 将包好的油角 蛋散 糖环 以此地放入油锅开炸 在柴火的热力加持下 油角鼓掌饱门 预意着新年腐足 新春节节 角色油渣过年小食几乎是家家必备 它不单只是走亲访友的礼品 更意味着家里有游戏 表达新年家肥屋润的美好园景 从舌尖到深间 无论是甜香软糯的阳太和米饼 还是好吃到薄薄脆的油角蛋散 这些承载着年尾的小食 留住了年尾的同事 亦都换成了记忆里面的香兽 下面出场的这个七岁男孩 虽然说年纪小小 但已经是志心的高铁发烧友 他家里面有几十本的高铁书籍 是翻到烂的 现在他可以做到 一见到高铁 就可以精准地说出 他是属于什么型号的 说时说了 他为什么会对高铁这么沉迷呢 一起了解一下 见到黄同学的时候 是在杭州这一间小学的门口 上一年级的他刚刚放学 自己一个人背着书包到黄家里走 在黄同学的时间规划里面 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改变他的计划 那一定是跟高铁有关的东西了 刚刚到家里 这位小高铁迷就悲不及待地 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宝贝 哪个是你最喜欢的 我都喜欢 这辆和这辆 这辆都是我最喜欢的 复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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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不是复兴号 它是磁悬幅 是600公里的 这个都是350 这个是乘继列车 是160 这些你都坐过吗 就是这款没坐过 磁悬幅还没有坐过吗 这辆车蒸汽结束 很久很久以前 早就已经被退掉了 已经退休的列车了 2016年应该没有了这种列车 说起高铁 黄同学如数加真 指导变一本 它马上就可以说出 相关的型号及时速 构造等区别 这些和高铁有关的知识 都是黄同学自己学来的 可以说由小就展示出 不同寻常的兴趣 他最喜欢坐火车 跑到火车站就问这问哪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用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黄同学就开始让爸爸妈妈 帮他购买和高铁相关的专业书籍 家里现在已经有几十本书了 黄同学觉得最好的了解方式 还有实地感受 因此每次出行 高铁都是他首选的交通方式 为的就是更好地了解高铁 黄同学说自己现在的兴趣 已经不单单停留在高铁车本身 他还让爸爸帮他买了一个轨道模型 学着拼接轨道 他有了一个梦想 高铁总工程师 黄同学的爱好和梦想 也得到了所有家庭成员 和学校老师的支持 无论是买票带他去体验 还是买书模型 带他打卡高铁博物馆 都是尽量满足 在黄同学家人看来 小朋友未来如果可以为中国的高铁事业作出贡献 就是他们最大的骄傲 下面我们跟着飞为过大年 一起探访清远应得大湾镇 没有火麒麟的传承人 看看当地的火麒麟 怎样喜气洋洋 闹串慢 清远应得大湾没有火麒麟 由火麒麟 飘色和花灯组成的大湾传统节目 打大赤博的年轻人 在火光中舞动着火麒麟 悬街巡游逐家舞拜 巡游队伍中 打头阵的是传统花灯 在女子舞龙队的带领下 为妙为肖的花灯商计出场 传递着大湾民众 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向往 每家每户都会 我们期论到每家每户 每户舞动的时候 它就放在鞭炮 每年的元宵节 照火麒麟 总能将智日的气氛 推向高潮 火麒麟分为头尾两部分 都用竹枝窄好 再用多层的数纸粘锋密实 有口、耳、眼和角 在独角麒麟 麒麟的眼睛安装上截楼电灯 舞动起来 滚滚有神 苦苦生威 光芒四射 每年的元宵节大戏一旦上演 就会吸引周边的群众 和游客过来观看 因为我们参加 年宵节的活动 都做了很多人 除了自己 群联的百名人 来参加这些活动之外 还有农村的 多屋满上 有很多人 所以我就保住安全 舞火麒麟 飘升 是清远应得大湾镇传统民风民众 《舞火麒麟》由南海商人传入 有300年历史 2007年 该项目被列入了清远市非物质文化遺产保护名籠 今年的一月份 记者走访大湾镇 了解当地新春舞火麒麟的准备情况 在当地有两个比较大型的群众传承团体 一个在紧张地编制新的火麒麟 一个在积极彩排 火麒麟新一代全城人雷生和记者说 今年他已经想好了玩玩新意识 结合今年农年的御意 在传统的舞火麒麟飘色的基础上 给广大游客和群众一个新的感受 好了 今晚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明晚的同样时间继续和你守过 拜拜